清华大学开学,武艺书亮相新雅书院,未来可能与杨成玉成同班同学,清华大学2019级新生报道,国民才女武艺书低调亮相新雅书院,未来可能与杨成玉成同班同学,金童玉女,网友直呼在一起,进入8月份,清华大学率先掀起2019级新生开学,随后南方科技大学、浙江大学等院校也是迎新开学, 估计8月底向国内前50名都会陆陆续续开学,当然清华大学是国内第一高校,开学如此早理所当然,不过清华大学2019级新生可了不得,今年全球招生3800余名,国内招生3400人左右,而国内考生都是各省兼子生,更是有今年的高考红人广西研制学霸杨成玉,国民才女武艺书,四川高考状元张家杰,当然也有围棋七贯网科杰, 非常受全国人民关注